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也发生过不少故事 可惜那时不懂珍惜 总以为下一个会更好 我们总以为感情是自己的事 却在无形中糟蹋了别人的心意 自作孽不可活 错过了爱 也荒无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莫绍聪的人生便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莫绍聪1962年出生在香港 这是香港娱乐圈最繁华年代 而从小长相清秀他 又恰逢时代 竟演一圈便成为了他的不二选择 18岁时他因参加 慧眼时惺惺的比赛 被邵氏签约 从而正式出道 他的起点很高 首部剧就与米雪江达卫合作 主演了武侠弟女花 次年莫绍聪出演青春爱情广州化 清喜剧IQ成熟时 饰演古惑仔光耀辉 同年19岁的他还搭档张国荣出演爱情伦理时装剧 甜甜甘丝味 莫绍聪外形俊美 身手利落 因而有着非常好的观众员 出道以来他的片约不断 21岁时他出演了自己的首部电影 武林顺火令 饰演影天愁 他出色的表演令他还成功提名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好的开始总会让人对未来充满几分期许 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不可限量的虔诚 他是侠客行中石破天 石破玉 他是水而武士中的艳十三 他是魔匪翠中的国际刑警 也曾搭档红金宝出演东方图英 1988年他再次凭借中国最后一个太监 来袭一角 入围第2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提名 而剧中给他陪衬的都还是大碗 如刘德华 红金宝 温比侠 林正英 王小凤等 1992年时 30岁的他再次提名金马奖 而这一次他邂逅了自己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 梁宽 他出演的则是动作电影 黄飞红二之男儿当自强 三次提名 三次落榜 有遗憾 却也有得意 但毋庸置疑的是 观众记住了他 此时的他事业春风得意 但感情却是一团乱马 在古装武侠剧《大醉侠》中 他是痴情万千的楚万新 但在现实里 他却是风流无度的莫少聪 也正是他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 让他的视野也呈现出了高开低走的局面 正如朋友评价他对女人的杀伤力说的 就算他不主动去跑妞 也有大把女生主动 身边朋友都说他是女人杀手 大概莫少聪的女人缘太好了 每一段感情都得来的太容易 因而从不曾珍惜 却不知道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1988年 26岁的莫少聪 与比自己小两岁的上山师娜 因合作电影《雪狐鸡》而打得火热 爱情的火花渐渐迸发而出 可两人的甜蜜恋情却没能持续太久 上山师娜是一个大美人 也是张志玲的表姐 他与蓝杰英 梅艳芳 张曼玉 吴君如 曾华倩 罗美威 刘嘉玲和邱淑珍等八人并称为九龙女 然而他却依旧无法留住莫少聪的心 有些东西一旦得到就不再珍贵 而感情也是一样 很快莫少聪就固态萌生 上山师娜是一个非常干脆果断的人 在感情上他眼里容不得沙子 于是直接提出分手 尽管我们常说 分手后依然是朋友 但现实里却有几个人做得到 但莫少聪却做到了 爱情退回到了友情 他们依旧会相约喝杯茶 聊聊天 由此可见莫少聪的魅力实在不容小觑 分手后莫少聪依旧魅力四射 1993年 莫少聪在拍摄电影时 认识了著名的艳星陈宝莲 1995年时 33岁的莫少聪曾表示 当时他对陈宝莲并没有太多的好感 不过随着媒体宣称他们在拍拖的绯闻 而对陈宝莲多了几分关注 不知缘何而起 却在不知不觉中 发现陈宝莲是个好女孩 随着了解的增多 两人便很快坠入了爱河 陈宝莲虽然是艳星出身 但却比莫少聪小11岁 两人相识时 陈宝莲仅仅20岁 此时的陈宝莲情史一片空白 是单纯的 也是炙热的 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这段感情 还曾公开称 莫少聪是他一生中最爱的人 可是好女孩总会爱上坏男孩 莫少聪给了他温情 却更给了他伤害 激情过后 莫少聪果断退场 而陈宝莲却痛苦不已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看着无比君子的男孩 居然也是渣男一个 一边与自己交往 一边却与其他女人纠缠不清 我们都知道 陈宝莲对自己的干爹 黄任忠痴心一片 却不知他对莫少聪 更是一往情深 然而在2001年 陈宝莲极度痛苦时联系他 他却很冷漠地 只说了一句 不干我事 如果他能给陈宝莲多一点温情 或许就不会酿成 他29岁就跳楼自杀的悲剧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莫少聪的爱情仍在继续 1997年35岁的莫少聪 与26岁的洪心 在亡命天涯剧组相识 两人日久生情 狼有情切有意 便开始交往 洪心对莫少聪是非常的痴迷 尽管当时莫少聪对外宣称 自己有一位默默支持了 他十年的日籍女友 但洪心却对他依旧痴心不改 那时的洪心正是颜值的巅峰期 而且事业运也爆棚 但是他却一头扎进了 莫少聪的爱情里 不管不顾 他放弃事业 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都给了莫少聪 当时洪心还被港媒暗讽 跟班夫人 但在感情里 并不是你付出真心实意后 就一定会有回报 他只等到了莫少聪的分手通知 可是2000年分手后 他却发现自己已是有孕之深 这样的处境让他很尴尬 身边的朋友纷纷劝说他打掉孩子 但少年时父母就离异他 对家庭和亲情充满了渴望 或者说他仍对莫少聪旧情难忘 总之他一股行生下了儿子 莫高连 可是儿子到来 也依旧没能挽救母亲的爱情 莫少聪拒不承认 他与洪心的关系 即便是面对洪心的亲子坚定 他也依旧无动于衷 并没有拿出一个男人应有担当 因而遭到了很多人的唾骂 细题 世纪渣男 直到2008年时 他才承认儿子是自己的 但儿子早已改名 张浩峰 两人的父子关系一点也不亲密 甚至父子俩从没有一起生活过 莫少聪也从没经过一点父亲的责任 2009年47岁的莫少聪终于步入了婚姻殿堂 而妻子便是他已交往几年的同居女友洪燕 两人在拍摄《黄飞红五大弟子》时相识的 比他小20岁的洪燕 本以为自己是手的云开见日出 但现实却狠狠打了脸 俗话说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婚后的莫少聪依旧风流 几个月后红燕最终对他失望 主动提出了离婚 有些人终究不适合自己 长痛不如短痛 尽管莫少聪感情不负责任 但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敬业的好演员 也对他尚存几分好感 但2011年4月19日 49岁的莫少聪却与孙兴等人 在内地涉嫌吸毒被捕 即使他在询问时表示自己 是因推脱不掉应酬的吸食两口 两个星期便被释放了 但他的形象却因此大跌 他本就因感情问题 渐渐低迷的视野 由此彻底跌入了谷底 但他依旧还有女人缘 甚至还让女友是越娇越小 在他最难的时候 23岁的大连歌手孙云林 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于是在当年8月 两人便洗劫连理 而他整整大了孙云林26岁 真可谓是老牛吃嫩草典饭 混合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可爱女儿 在经历了人生滑铁路后 他仍娇气在握 家庭幸福 莫少聪可谓是人生的赢家 但对这段难得的感情 莫少聪仍未珍惜 2016年时 54岁的莫少聪与孙云林 结束了这段五年的婚姻 而他们的女儿 由莫少聪一人抚养 对莫少聪是极其用心的 跟对儿子当年的态度 竟然相反 离婚后 莫少聪自己表示 演好戏 种好茶 带好女儿 将成为他今后生活中的 三件事 此外 这几年鲜少露面的莫少聪 却被曝经常去酒吧卖唱 以此来维持生计 跟他曾经的风光 截然不同 回想当年 那些女孩 哪个不是对他用情之深 可他却没有把握好 任何一段感情 如今59岁了 身边再无可心人 还要靠卖唱维持生计 多少有些心酸 得意时别太放纵 持量请凶 看似伤害的是别人 但在时光的轮回里 你能幸免吗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我们总有一天 得为自己的荒唐买单 那为何不少做点荒唐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